感恩师父 想请师父看一下我的身体怎么样 你几几年数什么的 1975年数二 你首先要注意啊 首先你的腰 腰很酸 对不对啊 第二 你们家族里边 有人心脏不好 所以你的心脏不好 听得懂吗 听得懂 经常胸闷气急 对 你的感情运 会有一次 非常不好 对 你们鼓掌鼓得很好 哈哈 哈哈 给你们加持一下 哈哈 啊 给你们也加持一下 哈哈 好 给你们也加 因为 菩萨都在 所以法系充满 尤其今天 来了一个大菩萨 弥勒佛来了 所以大家法系充满 你这个小丫头 自己要多念念 心经 不开智慧 听得懂吗 懂 不该有的感情 不要去有 好 明白了吗 明白 傻傻的 你以为有钱的人 一定会爱你啊 笑呢 台长厉害不了 厉害 厉害 请师傅看一下 我流产的孩子 我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流产的孩子 是什么 刚才说 我数兔 1975年 哦 你是个白兔耶 小时候很可爱 傻傻的 咱们拿东西给人家吃 我说对不对啊 对 你流产的孩子 已经找不到了 你念过经没有了 我还没有念经 怎么会没有了 你留了几个 三个 怎么跑掉了 你做过什么好事情没有啊 帮人家做过一个很大的好事 有没有啊 比方说人家要死掉快了 你去帮了他一下 哦 有啊 好了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 我刚刚跟你们讲过没有啊 一善结百哉 所以多做好事 多做功德 你看看看 三个孩子都没了 找不到呀 你蛮厉害的你啊 下次不要再留了啊 我帮你问问看为什么啊 哦 你帮了一个很 很重要的人物 这个人有功德的 救了一命 胜造 奇迹福陀 小丫头下次开始要好好念经了啊 好 你要当心啊 你不要太执着啊 知道 很执着 脾气们倔得不得了 看起来你好像文文雅雅的 其实你脾气很坏的 我讲对不对了 对 不要惹到我 看见了 你们大家听懂了吗 他刚才那几个字啊 不要惹到我 惹到我 我咬住你 死不放 咬死你 啊 哇哇哇哇哇 哈哈哈哈 好啦 小丫头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了 有 我是想看一下身上有没有灵性 没什么大灵性 颈椎这里有很多小灵性 脖子不舒服 睡觉的时候枕头 不要垫得太高 听得懂吗 懂 晚上睡觉之前不要想得太多 掉头发 明白了吗 明白 记性现在不是太好 对 有一个耳朵听东西听得不清楚 对 鼓掌 现在知道了吗 知道 好好念经 台长为什么知道你这么详细啊 就是要你相信 要你好好念经 明白了吗 明白 你好好念经啊 你这小丫头 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还要多走路 明白吗 明白 他很朴素的 人不坏 明白吗 好了 还有什么 还有问啊 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为什么 我想问一下 夫妻关系 你老公 你老公属什么的啦 也是属兔1975年 两个兔是不啦 兔兔 两个兔啊 你老公很喜欢讲笑话 老公来了吗 有 又来了 好好念经会越来越好的 全师傅 全师傅 陆台长不能乱讲话了啊 好吗 你每天给他念姐姐奏 49遍 好 听得懂吗 我过去给人家看图灯的时候 人家在这里 好了 老公在下面 我又不知道 我说啊怎么怎么讲 好了 这不好啦 麻烦啦 未来讲出来了 听得懂吗 懂 我想问一下 我的人缘很不好 你的人缘很不好 越来越少 你要多去帮助别人 就有人缘 听得懂吗 你广结善缘 你就是拥有人缘 你对人家好了 人家怎么会对你不好啊 你自己不愿意去帮助别人 人家怎么帮 帮助你啊 卢台长为什么人缘好啊 我一天都晚帮助别人 人家都帮助我 对不对啊 对 好了 可以啦 可以啦 问了很长了啊 跟老公每天要念姐姐奏 听得懂吗 懂 好了